跑男真会搞事情 主动让baby热巴开丝 这回所有人看好北地跑男节目组 官方微博爆出一则小视频的预告 baby强势回归 笑容满面 也获得了团队兄弟们的热烈欢迎 雨中欢迎你好浪漫 粉红色小裙子也是满满的公主风 看郑凯的表情 夸张哟 不过大家都是他这个样子了 baby还跟迪丽热巴热情相拥 当然 每个队员都抱过了 但是 节目组真会搞事情呀 马上宣布baby跟迪 丽热巴有一场两人对决 两人即将开撕 队长邓超还嫌事不够大 说节目组 本来两位女嘉宾之间是明争暗斗 这不是把事情推向白热化吗 两位女嘉宾的表情 baby有点惊讶 但热巴脸上 大家都说是无奈 网友马上发表评论了 说热巴太无奈 说节目组肯定会让baby赢 看好baby赢的哭声还是比较大啊 但是看预告中 迪丽热巴也是很拼命的 感觉胜负上 未可知 好嗨客观原因 从身形上看 很多人说热巴手长脚长 撕名牌有优势 但是baby也是有实力的 记得baby对杨幂的时候 那是毫不留情啊 从预告看 baby对胖蝶也丝毫没有手软 对于这次女嘉宾的对决 网友的看法并不是一边倒 看好baby赢的人 也是有点道理的 毕竟都有人爆料过 真人秀都是有剧本的 不过也有人为baby喊冤 说大家这么说的意思就是 只能热巴赢 baby赢的话就是作假 热巴赢就是应该的 那还有什么必要对教呢 好像也有道理来 一时之间 作为吃过群众 都不知道信谁好了 你们觉得这次迪丽热巴跟baby对决 谁会赢 王丽红手抱一家四口罩 大女儿手指纵字超猛网 亦娱乐5月30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丽红与老婆李静磊结婚将近四年 育有两位宝贝千金王嘉丽 王嘉娜 29日 趁着端午节前夕 她在微博上晒出玉妻女的合照 并写道今年端午节 我们家多了一位成员 粽子也多了一个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 两岁的大女儿嘉丽 似乎只想吃粽子 完全不在乎有镜头在拍 王丽红与李静磊 婚后十场 一起出席任何公开场合 不过对两位千金可说是呵护至极 先少让他们曝光 29日 她罕见在脸书分享全家福照 目的就是想庆祝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拿着粽子 明嘴笑看向镜头 一旁的老婆则抱着小佳娜 头发巧妙遮住其侧脸 在跟着李的视线往下看 原来是已经两岁的家里 一手撑着椅子 一手指着爸爸手上的粽子 似乎非常想吃 完全不在乎有镜头在拍这回事 王丽红与片 庆端午的曝闻 完全被大女儿可爱的动作转移了重点 底下的网友看到照片忍不住笑毁 小佳丽的动作好可爱 小佳丽肚子饿了 快让她吃把大S千万级豪宅内部曝光 小圆游戏房比客厅还大网 一娱乐5月29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东森新闻5月28日报道 女星大S徐希远 结婚6年多 育有一对儿女 一家人生活和乐美满 老公汪小飞分享女儿小月儿近照 小女孩长大后和妈妈 简直是一个母字印出来的 时而淑女 时而搞怪的样子 被网友连声夸赞好可爱 不过在晒娃的同时 一家人所住的豪宅意外因此曝光了 女儿 控汪小飞晒出多张于小月儿的合照 宝贝女儿古灵精怪的小表情 相当讨喜 俏皮 父女俩在家中游戏节玩得不亦乐乎 从拍照的角度来看 正好可以完整看游戏式的摆设和装修模样 室内灯光主要采用黄光 照明充足 地板是用木质地板 取代冰冰凉凉凉的瓷砖地板 布置简约又充满温馨感 放眼望去 除了有一架黑色钢琴之外 一旁还有个粉红色的迷你玩具琴 看来是小月儿的玩具 其他还有个 是各样的玩具摆放在房间内的每个角落 弱大的空间几乎要比一般人家的客厅还要大了 不过虽然室内空间大 但从细节上来看 却不会给人大房子常有的冷清感 家味道也彰显了这家人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 据媒体报道 大S在婚前 集入住新一区知名豪宅国家艺术馆 他买下一层一户124平 婚后与王小飞搬到一层二户的官德远见 含车位约176平 目前市值推估约2.7亿台 币 约合人民币6100万元 2016年年底 夫妇俩在家3.6亿台币购入 台北新一顶楼户 约合8173万元人民币 大S当时表示想找个可以让两个小孩住在一起长大 公婆来台也能住得自在的家 所以就买了第三间房子 未来则会将现住的官德远见卖掉 王力红手报一家四口罩 大女儿手指纵字超茫茫 亦娱乐5月30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力红与老婆李静磊结婚将近四年 育有两枚宝贝千金王嘉丽 王嘉娜 29日趁着端午节前夕 她在微博上晒出玉妻女的合照 并写道 今年端午节我们家多了一位成员 粽子也多了一个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 两岁的大女儿嘉丽 似乎只想吃粽子 完全不在乎有镜头在拍 王力红与李静磊婚后十场 一起出席任何公开场合 不过对两位千金可说是呵护至极 先少让他们曝光 29日 她罕见在脸书分享全家福照 目的就是想庆祝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拿着粽子 明嘴笑看向镜头 一旁的老婆则抱着小嘉娜 头发巧妙遮住其侧脸 在跟着李的视线往下看 原来是已经两岁的家里 一手撑着椅子 一手指着爸爸手上的粽子 似乎非常想吃 完全不在乎有镜头在拍这回事 王力红与篇 庆端午的曝纹 完全被大女儿可爱的动作转移了 重点 底下的网友看到照片 忍不住笑回小嘉丽的动作 好可爱 小嘉丽肚子饿了 快让她吃吧 小嘉丽肠 不知道 头发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